现在来介绍奇门遁甲的井门的使用方法 奇门遁甲井门是在负责什么呢 就是负责增强考运 让我们签约能够顺利 然后在买卖合同上面能够很顺利 然后如果说要办宴席 要设聚会 你都可以运用井门的方位的力量 来提高我们这个考运 还有买卖合同能够顺利签约 就可以运用井门 那一样你就可以按井门这个钮进去以后 它就会跳出来这里 就会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想求考运顺利 状元极地聚会设宴 买卖合同广告宣传信家 所以我们就必须从 奇门之中 挑出井门的工位 因为井门针对我们所 想要求的这一些 有极大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就往下滑动以后 就看到 在饮食 是可以做这些行为风水 但是饮食可能在睡觉 我们就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 像这里 午时对不对 那午时的话就可以 因为它是在东方 所以 如果您不出门的是做内寝工作 可以在家中的东方放一杯水 约15分钟以后 等水吸纳即死即气 再慢慢喝下 在喝水的同时可以冥想心中 所想达成的愿望 那你心中是想求什么 是不是想求 考验顺利 撞眼极地 聚会 设宴 买卖合同 广告宣传 对不对 想要做这些 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您 就必须 这个是饮食 我们刚刚 像午时 好 那午时是在东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喝水的同时 就要想象刚刚所 想要 你想要达成的那些 然后边喝边想象 就把那水喝 喝下去 因为这一杯水 已经经过15分钟以上 在东方吸了好的气 你在喝水的同时 又想象你心中想达成的愿望 这种能量 量子力学是很强的 好 那如果你想要出门 你就做完这些喝水动作以后 那当然能够在家里的东方 因为东方刚好是女窝娘娘降临 你就想说 女窝娘娘来帮忙 我想求 我心中想要完成的愿望 那也一样用剑子在东方 或向东方 写以丁成丑 这四个字 写完以后 因为在东方 是井门嘛 井门到了东方 所以你一样 就用手写一个井 或者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 照亮一下 就代表井就是光井 就是亮 写完以后 然后呢 如果能够在此方位 在东方 双手和石念一下心经 然后丢一个铜板 就往上丢一个铜板 让它掉下来以后 完成这个心跟乙的 一个异象 这样就可以 达成我们心中的愿望嘛 接着您就可以往东方出去 办事情 这样的话就可以 往东方去吸其到好的气 让我们心中所求之 愿望能够尽快实现 尽快实现 这个是属于 井门的一个功能 请善加利用 谢谢观看